谢谢老师 大家好 我是吴墨崇 谢谢张绍刚老师 张老师活人啊 我还是第一次见 活人 刚刚在后台 我看见她穿着一条 翠绿翠绿的裤子 真是咱们吐槽大会的 时尚独流啊 我觉得 您才是中国的Lady Gaga 不不不对不对 中国的Lady Gang Gang Lady Gang Gang 网红MC天佑也来了 都是老乡没毛病啊 天佑在直播界特别红 绝对是直播界的扛霸子 最近 她为了年度夺冠 坚持带病直播 三天三夜 她有严重的 不可启齿的久坐之后 落下的毛病 你懂 就是不去做手术 害怕人气下滑 我说 佑哥呀 咱就不能想开点吗 要为自己的健康着想 你可以去做手术呀 直播男言之言手术呀 人气肯定比现在高多了 腾腾的 哎 老师 哎 哎 哎 你看我啊 哎 你就拿个手机 哎 感谢哥送我的剪刀 纱布 还有这位姐 送我的麻药 现在好像没那么疼了 老铁 没毛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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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佑以前啊 经常挨人欺负 还说有一次 三五十个人围着她 就欺负她一个 长达两个小时的蹂躏呢 结果一点毛病都没有 我说天佑 你也太能催了 欺负你那三五十个 都是沈灵老师这样的吗 好硬 你会吗 打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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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可恨的来了 网友 有人这样评价 我亮哥 张亮真的好辣眼睛啊 简直就是南版无莫愁 哎 我决 看完这个 我还专门拿出镜子照了照 我亮哥真有这么辣眼睛 有吗 哎 你别说还真有 在后台啊 我看到亮哥拿着两台 Vivo手机自拍 我问他为什么呢 他说 脸太长 一台拍不完 再听起来 蔡国庆老师 担任过 出彩中国人的品位 有次啊 谈及自己的着装 蔡老师表示 虽然这身 衣服造价 不超过一千元 但我 穿出了十万元的效果 网友对蔡老师的服装评价也特别高 艳雅范冰冰 而今天 张绍刚老师的着装可以说是 艳雅蔡国庆 蔡老师啊 担任快乐女生评委的时候 在台下 为李斯丹妮 呐喊了三分钟 当时啊 李斯丹妮非常的感动 心里想 到底是我唱还是你唱 幸好蔡老师没来中国好声音 要不然选手都得为你转身 I want you Baby 蔡国庆老师啊 保养得特别好 蔡老师 每次看到你这个年轻帅气的嘴脸 我都觉得 你简直侮辱了老来得子这个成语 蔡老师 见过拍马屁拍得这么得劲的不 开玩笑开玩笑开玩笑 其实啊 我特别尊敬蔡老师 今天能来到蔡老师的吐槽大会 我真的非常荣幸 蔡老师这么多年来 给我们送来了这么多的祝福 在这里 我们也衷心地祝福 蔡老师能有一首新弹曲 谢谢 能否等到 他心里面的那个男人啊 掌声欢迎 颜鹤鹤翔翔的帮助嘉宾 得见了 有请颜鹤翔翔的帮助嘉宾 有请颜鹤翔横上台表演 康人你呗我就是来拍点照片啊 你继续啊 你说我穿的这么腻咯 大褂都穿上了 你怎么上来了呢 我怎么就不能上来呢 在下啊 不才 效果郭麒麟 谢谢 给各位拜个晚年 才效果郭麒麟 我跟郭麒麟说的是相声 你们这舞台哪像相声 半上不就像了吗 让我从我的后腰 套出一个小道具 你就说巧妙不巧妙 挡住了吐槽 没有挡住赞住 这什么玩意儿 无所谓啊 舞台再减了 也不影响我多冠军 还是很有自信 因为呢 最后一期了 其实应该说点 掏心窝子的话了 说呗 其实我 我对你们这个单位 其实意见真挺大 就是最后一期 说掏心窝子的话 就说这种话 太落后啊 同志们 等一下啊 你有什么资格 批评我们落后啊 还不承认的是吧 我当然不承认 你说说 这节目从第一期 落到现在出多少事儿 您都预料到了 啊 我就算安全性免到今天的 那您得说说 今天啊 我就给你们传授一下 优秀先进 并且安全的戏剧团队的经验 这个咱们应该听一听啊 应该听一听 应该听一听 应该听 首先啊 脱口秀这个行业 不讲规矩 怎么说呢 不讲 你看 那不行 你看你啊 第一届脱口秀大王 是我 后边新人来了 对你有尊敬吗 没有 我来了这么多期了啊 王勉给你沏过茶吗 忽兰给你垂过腿吗 最可气的就是杨蒙恩 居然没有给你磕过头 一次都没有啊 这个罢了 不想 你知道为什么吗 为什么呢 你们没有论词排班 是这个原因 你看 我们好歹 有个云鹤九霄 对不对 你们再没文化 你们起码 你来个一二三四也行 你看到那个时候 磅礴 就不能叫磅礴了 那我该叫 庞一博 这个名字呀 怎么样 这有名字 我的命格单代不起 王建国 就不能叫王建国了 他叫什么呢 王二建国 你看 一个一博 一个四肢弟弟 你们这个流量 粉丝能到三千万啊 不是不是 等一下 我说你一句啊 你惹事回你们自己单位惹事好不好 不要在我们这儿添乱啊 行 行 这样吧 我就 我不说别人了 我就单说你 单说我 单说你 我们这行业里没有其他人了 哎呀 这个这个这个 你还是看一眼提字器吧 我觉得 你们单位最大的问题 实际上是整体学历太高 哦 你给我放眼一看 全是大学生啊 大学生有什么问题吗 那不行啊 本来其实是有一个高中的 但是人家走了呀 那么这个人是 这个人现在不太方便提 咱先不说的 关键是你们就不应该去学校招你知道吗 那去哪招呢 澡堂子呀 放馆 动物园 这种地方 哎呦喂 你们单位 你看连个胖胖的服务员都没有 天哪 这么神奇吗 你别在这儿影射我师哥 我告诉你啊 就是咱们神奇 您说说我 我讲讲别人 这都不重要 关键我说说你 在你们单位像你这种 长得好看 说脱口气又不可乐的人 应该怎么办 我应该怎么办 你应该走饭圈路线啊 走饭圈路线 以后这男粉丝女粉丝都改名了 知道吗 你们叫笑国女孩 都是女孩 但是一波你得注意 不能轻易谈恋爱 我已经结婚了 我就跟暗词说好不好 咱们这个体字记是有作用的 这不就是体字记写的吗 我得说清楚 人家还知道说辛苦 但是大家很危险 我告诉你啊 真的 现在这个时代 你真想火 说这个不行了 想火 确实想 说这个不行 你给顺应时代潮流 应该怎么着 怎么着知道吗 拍短视频啊 那样涨粉才快啊 体验辉煌 只能靠自己 社会 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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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职业生涯 没有干过这种事 谁放的音乐 你这教我这 都是些什么东西啊 就你这 你还想拿冠军呢 那我怎么着 才能拿冠军呢 你教了我半天经验 你们德云社 最简单的那一条 你怎么不用呢 什么呀 就是你们到了 所有的喜剧节目 到了最后一期 临门一脚 想冲击冠军 不就是靠马人吗 你说这都白说 我们单位的人没来呀 别着急啊 你不都效果坠续了吗 我们的人 不就是你的人吗 来吧 朋友们 你赢了 怎么他一出来他就赢了 帅的啊 就靠你的银子来补刀 靠你的银子 我心里远不过那个劲儿 朋友们你们好呀 大家好 我是彭博 很开心很开心啊 好吧 看我这衣服 等太久了 等得都长毛了 其实啊 其实补刀很难受的 你们了解我的 脱骨球风格对不对 我的风格 其实不太适合补刀 我没有那么强的攻击性 你说我怎么可能 攻击成禄呢 是吧 我是一个非常斯文的人 而你已经不是斯文的人了 上来就站啊 好像赢了 好 好像赢了 好 我的攻击开始了 成禄 上一个因为婚姻出问题 被大家记住的矮个山东大汉 还是武大郎 这么海马 成禄的头真的太大了 成禄去拍大头贴 拍出来都是大大头贴 就成禄这个大头 比如说阻碍了他很多的发展 成禄去当乌龟 都当不了缩头乌龟 我的朋友们 一个一个来好不好 忽兰啊 忽兰你们也了解 忽兰这个人 非常的好斗 干什么都要赢 我们私底下都管他 叫脱口球赢魔 忽兰 让我们点 忽兰 忽兰真的太好斗了 你们知道吗 忽兰去看斗牛 都特地穿一身红的裙 我特别想看的就是 忽兰加入国族 我说这下你就赢不了了吧 对吧 忽兰说 嘿嘿那我加入女族 我跟你们说忽兰这个人 好斗到什么程度 有一回我们 去吃火锅是吧 服务员倒水都没有忽兰块 面都是忽兰现场甩的 火锅底料都是忽兰自己带的 厨师说那你带的 能有我们自己的好吃吗 忽兰说你一个开火锅店的 还敢跟我比做火锅 是吧 我带的是海天火锅 at me火锅底料 独不出户 吃遍世界火锅 忽兰说那你都 足不出户了 你来我这干啥 忽兰说我就是让你 见识见识世界上 还有这么好吃的火锅 杨蒙恩是吧 虽然咱俩是一个队的 但是你很难幸免 你刚才真的太紧张了 蒙恩 我给你们报个料好不好 蒙恩来我们公司 是杨丽介绍的 两个人现在 真的干什么都一起 就这么说吧 蒙恩就是一个 低配版的男版杨丽 也就是垃圾版杨丽 刚刚张老师也说了 刚刚张老师也说 蒙恩的终极梦想 主持奥斯卡 我觉得他但凡 参加过六级考试 都不会有这么 脚踏实地的梦想 他说奥斯卡 疯了找你主持 你知道奥斯卡怎么拼吗 他说我知道呀 AOSIKA 奥斯卡 我说别人冲击奥斯卡 是文化自信 蒙恩是没有文化 纯自信 那么普通 却那么自信 这比这也太好 秦浩老师 秦浩是中系毕业的 明文出身 但是其实他比他的同学 比如张自怡 刘烨 秦海洛 这些成名都晚 为什么呢 因为他们刚一入学的时候 老师就跟他们讲 我跟你们说 除了张艺谋 陈凯歌 斯皮尔伯格的戏 其他的都别拍 就这一句话 就只有秦浩当真了 毕业的时候 秦海路 刘烨拿各种奖 张子怡去好莱坞 只有秦浩 独自一人 在北京制片场的门口 苦苦地等待斯皮尔伯格 你就等好不好 我觉得你肯定能等到那一天 那一天就是杨文文主持 奥斯卡的那一天 你看他给你介绍 是不是要多久 我开始 我们的队长 黄毅姐 其实虽然说是我们的队长 来之前也说 就是不太认识我 对不起啊 是我的问题 毅姐 我是一个好男人 就是您生活里 也不太会遇到的那种人 黄毅姐最近 参加了个恋爱节目 差点又让人骗了 我为什么要说又呢 还好这次发现得很及时 是吧 你说万一这个 谈婚论嫁了怎么办 对不对 等到结婚的当天 伴郎要闹洞房 然后把黄毅赶出去了 一晚上都没让进屋 就当时为我们颜色 做出了个恋爱 这样的 我们今天的主咖 郭彩杰小姐 那个没事可以按按灯 这还有这种提示帮忙 有人称赞过 有人称赞过 郭彩杰小姐 是小时代里的演技担当 我看到这句话 还有这么夸人的 竟然能把小时代 跟演技担当 两个反一死 毫不违和地 放在同一句话里 你要这么说 杨门就是文网里边 英语说的最好的 native speaker 成路就是不到 1米65的小巨人 全世界最瘦的小胖子 后代节去年 还发了一首新歌 叫Nakuna 我听了 说非常上头 我在这诚心地推荐大家 一定要多听几遍 因为只听一遍的话 你根本听不明白 在唱啥 我给你们举个例子 其中有一句歌词 是这么写的 是 阿里加多 Fairwell 各奔西东 就是短短三个词 描述了一个日本人 学英语 怎么也学不会 最终就放弃的小故事 我听完 我听完这句 我就一个感觉 把他吸完 Oh my god 我听这玩意儿干啥 这是 这个好 完了 肯定插我成路了 肯定肯定肯定 希望刚刚给成路 投过票的所有朋友 记得给我投一票 没有给成路 投过票的朋友们 你们至少选出一个人 来给我投一票 好吧 谢谢你 尤其是谢谢那些 大家好 我是汪天光 谢谢 谢谢 今天呢 很高兴 能来到这里 被淘汰 我这个 我们组这些大哥 也太厉害了吧 什么玩儿 我是最特殊的人 我也特别喜欢 毛豆大哥 真的 他是段子非常炸 而且人特别热心肠 今天这个舞台 给我吓坏了 就是因为我恐高 我每次上上下下 都特别害怕 毛豆大哥 人就特好 就一直掺着我上来 还劝我 没事啊 我挡过饼 我不怕高 上来了之后 楼梯有点晃 没有 甚至我挡过船员 我不怕晃 我说大哥 你掺我就掺 你就别唠嗑了 你这手一个没抓稳 我今天直接吃席了 大哥 没有事 我挡过厨子 我会做席 我真的特别喜欢这样的人 就开玩笑贼愣 因为我比他们还愣 我的情商都是破碎的 就我们这个节目的第一集 就是去年的前六强选手 隆重登场 那时候我们就卡 就坐那等着了 卡那边闪起一亮 特别特殊的光芒 我们所有人都想 前六强终于要来了 结果接来的是斯文 就所有人都很意外 但我灵光一闪 扶持心灵 我一把搂住身边的成路 我说成哥你看 没想到吧 前六没来 前七来了 我整个男子 那个场面啊 就贼尴尬 斯文愣在那里 成哥也愣在那里 我看这不行啊 我得说点什么呀 我就说 那个童言无忌 童言无忌 你俩就拿我当个孩子吧 反正你俩以后 也不会有孩子了 又平啊这个 所以 所以为什么我就不爱出门呢 因为我不懂人情事故 我一出门没有人情 全是事故 有一次 我去 我去 我去录汪涵老师的节目 正录像的 录着录着 我就走神了 我就在想 哎呀 我这节目上 我表现得这么差 以后这个节目 不会再让我来了 但是因为我是走神 我就边想 边把这句话说出来了 我还带着麦呢 那个场面就贼尴尬 嘉宾愣在那里 观众也愣在那里 我环顾四周 找不到一个前期 能缓解气氛 但是 杭哥人特别好 他就马上打原场 说放心吧 下次还会请你来的 大家说对不对 观众朋友们说对 这个时候 本来我只要说一句 谢谢大家 就完事了 对吧 但我没有 杭哥说 下次一定请你来 我说真的吗 杭哥说 真的呀 我说韩哥 那你发个毒誓吧 现在三年已经过去了 那个节目再也没有请过我 朋友们 我只会做喜剧 我不会做人呐 人类太难当了 好多年前 我们董事长 带着我去见客户 他觉得我是搞喜剧的 一定很会活跃气氛 我就没见过 这么不懂事的董事长 但是当时我年纪轻轻 我得到领导的赏识 很高兴 心想今天一定 给他好好活跃一下的 于是在董事长 做下钱的那一个刹那 我把他凳子撤了 当时全场气氛都炸了 我还高兴呢 我现在这喜剧手法 最好用的 果然得是掉凳 结果大家乱做一团 董事长摔蒙了 躺在角落一动不动 我看看董事长 看看客户 看了看这一桌子的菜 我说别愣着了 他都这样了 咱们赶紧吃席吧 你别整一会儿 那人还热乎呢 菜凉了 那天董事长也去医院检查了 没有什么大碍 就是头也轻了 屁股也轻了 最差劲的员工 无非就是能让老板头疼 只有我能让老板两头疼 最后我还去医院看他了 我给他送了 经典超绿牛奶 我说领导喝这个吧 这个好 六克原生高蛋白 一瓶牛奶 两倍营养 一倍补前头 一倍补后头 后来我就跟人说我设恐嘛 我不出门是为了保护我自己 其实只有我知道 我是在保护你们 终究是我一个人扛下了所有 就有陌生人的局 我从来就不去 还有人劝我呢 建国你放心来吧 我这边有个朋友特别会聊天 无知者无畏啊 你这个朋友还能用我帮个孩会聊天吗 那最后呢 我要跟韩哥 和跟我董事长都道个歉 我也跟我诚哥和我前嫂子也道个歉 虽然你们的分开不是因为我 但我也不应该说你俩不会有孩子了 我也没有百分之百的把握 我不应该乱说 不能再讲了 再讲出镜了 谢谢大家 谢谢 谢谢 这一组每个人都是四刀的我的吗 谢谢 黄建波的表演 三 二 一 请锁票 谢谢 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 跟韩哥那次事故 有一个人也在现场吧 哎呦 我被撞成重伤了都 后来我就不敢去外面 就得罪人去了 但是我跟超越笑在一个 他没什么反应的梗声 笑坏了我吧 就是那个出门事故 不是那个人情事故 人情事故 没有人情只有事故 哇 你居然跟我在一个点上 那个太好笑 那个没人给他 我觉得王建国的喜剧压抛感 真的太厉害了 就是扑面而来 一面墙 就是我能感觉到那个 又有技巧又有情感 又有整个情绪 大家好 我是陶晶莹 是的 真没想到 我竟然被长成那样的人 嘲笑长相 还旅行青蛙 你就不怕我不给你进明信片吗 你就是因为总不旅行 才胖成这样 赶紧出去走走吧 小猪佩奇 我忘了 他不能出去走走 崴了左脚又崴右脚的是吧 好 今天我们公司来了三个人 李旦你们公司也来了三个人 搞得好像我们公司 来蹭你们年会一样 但是我就不懂 袁维仁 你们为什么要请她 她是哪个公司的 油腻的中年胖娃娃 请她干嘛呢 提醒大家 你一夜饭不要吃太多吗 我觉得节目组就不要把通告费给袁维仁了 直接给我 我还可以转交给她的前妻 帮她抚养孩子 Q 因为如果你直接给袁维仁 她不会拿去抚养孩子 她会拿去创造一些需要被抚养的孩子 王正亮 我的同事 当年选秀成绩很好 大家都知道了 再说一遍 荣获第几名 第十名 是的 她在春晚上唱了一首 时间都去哪儿了 唱哭了很多人 张亮颖就哭了 一边哭一边说 第十名都能上春晚哪 太理智了 你看我堂堂张亮颖 只能上维密这种不接地气的舞台 维密是个好舞台 袁维仁就很关注 袁维仁当时呢 就盯着看了一整天 大家记得 维密上不是和模特儿跌倒了对吧 你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她腿痛 虽然隔着一层屏幕 还是能感觉到 自己的腿被袁维仁炙热的目光灼伤了 毛不一 年纪轻轻 但是歌词写得很深沉 听说以前是男护士 病人们一开始男护士 就纷纷嚷着要出院了 毛不一就劝 哎呀那不行啊 现在出院你自由了 过两天你就死亡了 来快把药喝了 以杯尽自由 以杯尽死亡 不人太狠了 毛不一不写情歌 但是原为人写 你们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原为人是一个用情置身的人 他跟他前妻离婚的那一天 为了缓解心中的悲痛 当天就立马跟另一个女生约会 他拉着女生的手心里想 老婆刚离开了我 我现在竟然约了一个女生 一个哪够啊 当然这都是开玩笑的啦 因为后来其实小胖也有解释 当时他是带那个女生去家里录歌 小胖你别逗了 你不是去录歌 一定是去看剧本啦 好 都说原为人现在写不出歌了 就一直在各个节目里面当评委 每次一看人家女选手长得漂亮 就直接让他过关 哥还没唱的 就给人家十分 十分 五分给貌美 五分给大腿 最后是张亮影 我觉得张亮影很好啊 很完美啊 没有任何槽点 一个即将 要给你发年终奖的人 怎么可能有槽点啊 开玩笑的啦 因为刚刚说的都是假的 年终奖是真的 没槽点才是假的 刚刚也说啦 亮影之前上维密秀唱歌 特别洋气 但你想想啊 那可是维密秀 谁看你唱歌 更何况你才露了个肩膀 人家露的可是大 大 大翅膀 亮影你风光无限 你看维密那么大的舞台请你去 不请袁维仁 那么多女孩子 你说她得多眼馋啊 现在她来吐槽大会 这边嘉宾席 唯一的女嘉宾 竟然是她一生的克星我 这么残忍 究竟是谁安排的 就是我 朋友们都说 好好照顾点小胖嘛 小胖你放心 我一定好好给你照顾 这是一句威胁的话 大家听不懂没有关系 我又不是威胁你们 有个人听得懂就好啦 说回我的老板亮影 他真的很努力做音乐 为公司赚了很多钱 我呢 也很努力做音乐 为公司 亏了很多钱 所以我们现在公司的发展模式 就是老板拼命去工作 员工尽量待着 年会都别参加去蹭别人的就好 其实张亮影真的是一个很好的歌手 好老板 也是一个好朋友 但下次我出专辑啊 我还是希望公司可以慎重策划一下 不能再亏钱了 请不起周杰伦的话 那就请 原 那就直接放弃音乐梦想吧 谢谢大家 我是陶晶莹 好帅啊 谢谢 太熟悍了 张老师借一名 您还特意给我道歉 您不用道歉 私下不都已经道过了吗 我早就原谅你了 金绍刚老师 厂上我觉得最亲切的就是伊丽敬老师 之前我们有采访啊 那个定一那个采访 我觉得真的我跟大家印象不一样 大家不是觉得他特别凶 或者说特别犀利 该是我在我印象当中的伊老师 是非常温柔柔情 当时采访到后面 我甚至看到他眼睛里闪烁着小小的泪光 原来他也会哭 他也是个有血有肉有感情的人 他在吐槽大会表现得这么尖酸刻薄不留情面 还真的没有什么恶意 他 就是小红 那其实 蔡明姐姐的她一事 我觉得她很适合去乘风破浪的姐姐 为什么呢 因为她这些年从来没有离开过长江 从来 今天我最不明白的就是有一点啊 节目组为什么让我和李菲尔拜托呢 难道是因为我长了一副baby face吗 我呢 也追了浪姐爱 菲尔在里面训练的时候 不让队友上厕所 但摩托说菲尔不讲道理 菲尔也很委屈 哎呀 我挺照顾大家的 我虽然不让他们上厕所 可我让他们多喝水了呀 菲尔在节目里还说自己出道十多年了 都没有代表作 我还挺纳闷 一个艺人出道这么多年了 按道理说 怎么会在影视歌各个领域没有一个拿得出手的作品呢 但世界上有一些事情 还就是不讲道理 我和菲尔合作过一次 是在晚会上合唱 因为菲尔没演好 所有人都发现 我们是假唱了 我还挺纳闷 菲尔在韩国学过唱歌 按道理说 假唱总是没问题呀 但世界上有些事情 她就是不讲道理 菲尔和我挺像 感情经历 也挺失败的 都这样了 她还出一个撩汗秘籍 跟我两个人确实是白头姐妹 因为别看我感情运差 我也不太会谈恋爱 但我出了个撩汗歌曲啊 听过没有 不是每一次的约会 你约我交出线 不是每一趟的电话 你带了我的回接 这个撩汗秘籍的怎么说呢 就像潘长江教你长高 李旦教你戒酒 丁泰生教你做事 之前天赐的声音是邀请过我的 我马六就拒绝了 因为我知道乐评人 里面有丁泰生 这个人说话 特别像初中的小男生 企图攻击别人来引起注意 正常来讲这种情况 上了高中就好了 可惜我们丁老师没有上过高中 不会吧 他总是批评别人 忘记了初中 刚才银河翔说 他符合我的择偶标准 丁河翔 咱俩是不是有点误会 我喜欢的是眼睛大的 不是脸大的 再说了 你不是喜欢郭麒麟那样的吗 小眼睛的 胳膊高的 靠嘴吃饭的 那种有的是 现场就有 你看 丁泰生 喜欢吗 这个喜欢你随时拿走 肯定没人跟你抢 最近呢 我总是上热搜 有很多人说 我接了很多综艺啊 太想翻红了 我觉得 想翻红的艺人 很正常 谁想做艺人 还默默无名的 每天热搜 也看不到自己 然后也没有作品 也没有人关注呢 我觉得 艺人是我的工作嘛 工作就得积极主动 不仅是工作 感情上 我也要积极主动 毕竟我现在还是单身 还在期待着爱情 希望那些符合 我择偶标准的男生 可以明白我的意思 谢谢大家 我是 仍然单身 积极主动的金莎 三 二 一 然后他们就 就把我选过来了 2019年度脱口秀 演员排行榜 哇 第一期也太强了 闻没什么要求我对我自己 来了就挺好的 我觉得是大家不熟悉我 可能对我期待比较低 所以稍微有一点效果 大家就觉得挺惊喜的 那有为了这个做什么准备呢 转发精力吧 可能就是 我感觉我可以先排这里 她的那种感觉 就好像她没有什么杀伤力 她又很慵懒 这种路数 女脱口秀也还有点不多 就加了一个粉色 为什么是粉色 好娘呢 我的本职工作 是一个技术员 告诉我的领导 我还是会专职 以我的本职工作的 这段一定要博求求你们了 感谢领导对我的支持 我们欢迎下一位演员 你好可爱 哈喽 大家好 我是赵小慧 今天的主题是爸妈 我就直说了 其实在我们家 有话直说的 从来都是我爸妈 我爸妈他们结婚 好多年才生的我 有一次我就问我妈 是不是你不用工作 觉得生活太无聊了 想生个孩子陪陪你 我妈说不是 我就想看看 我这个岁数还能不能生 我感觉我妈好像从小 就没有搞清楚我的性别 我小时候看 别的小女孩摔倒了 妈妈就会在旁边 很温柔地鼓励她 宝宝 站起来 你可以的 我要是摔倒了 我妈只会说 站起来 别跟个娘们似的 然后我上大学 就去学机械了 这种专业 你一听 就不是我自己选的 当时我妈说 要给我报这个专业的时候 我是很反对的 我说妈 哪有女生学这种东西 我妈给我的解释 是这样的 她说你懂啥 女人多的地方 是非多 真的 有道理 我学了这个专业以后呢 毕业就到广州 一个工厂的车间里面工作 这个工作对我来说 唯一的好处 就是跟我爸 变得特别有共同语言 我爸也算是个工科生 他就搞建筑嘛 一年四季都在工地上 我现在回家吃饭 和我爸聊天 聊的都是我们车间啊 他们工地啊 人家都说 女儿是爸爸 上辈子的小情人 我感觉 我就是我爸 上辈子的工友 我感觉我们家的桌子啊 椅子啊都很多余 我跟我爸就蹲在墙角 一盘花生米 一瓶酒 我俩就能聊一宿 然后自从我把我爸 当工友看以后 我就发现了一个 和父母相处的秘诀 真的 你把你爸当兄弟看 你跟你妈的关系 会变得很好 因为人家都说嘛 好兄弟的女人 怎么看都顺眼 你真的说 然后我的工友 现在也快退休了嘛 每天没事干 就喜欢给我发一些 十万家的微信文章 就去年冬天 广州挺冷的 我就买了一个电热毯 我爸听说以后 立马就给我发了一个 微信推送啊 什么细数电热毯 几大危害 有什么漏电啊 上火啊 最夸张的说 电热毯睡多了 会不孕不育 我当时就跟我爸说 爸这个文章 一看就是南方人写的 你记不记得 在我们北方 有个东西 它叫炕 还不孕不育 我都不知道你们听完 怎么想的 我好像是看到了 一个商机 我感觉以后 快捷酒店的 逐大房型 很可能就是 温暖电热毯 主题大床房 真的 他俩跟其他父母 其实很像 就是现在还在关心 我为什么没有找到男朋友 我是这么跟他们解释的 你们看啊 我虽然没有男朋友 但是我追星啊 追星这件事 我跟你们讲 和异地恋 是一模一样 真的 面见不着几回 钱是一点没少花 我爸妈算是那种 比较开明的 就不反对我追星 毕竟我单身这么多年 他们也是第一次 见我对几个男人 这么有热情 觉得不能打击 我的积极性 尤其是我妈 比我还关心 那些男明星的状态 总问我 他们单位 能不能给他们 交五显一金呢 就他们这个工作 有没有编制啊 就在我妈眼里 你再火的男明星 只要没有编制 就配不上我这种车间一直滑 其实追星很辛苦的 追星很辛苦的 有的时候 我大老远去外地 看演唱会的话 一路奔波 晚上到了那里 他们在上面唱一晚上 我在底下啊 喊一晚上 我感觉我也累 他们也累 我妈就总劝我 你看 一段感情 双方都觉得累了 那你就该放手了 但其实父母 也有他们自己的爱好 就比如说我妈 那些年广场舞 不像现在这么流行的时候 她特别喜欢 跳那种交易舞 就是一个漆黑的舞厅 抱着一个不认识的老头 一大大 二大大 就那种东西 我妈当年 绝对是舞厅杀手 真的 她跳死好几个老头了 我感觉她每个月 参加舞伴的葬礼 比我现在参加同事的婚礼 还要频繁 后来这个影响 实在太恶劣了 我们当地舞厅 就把她拉黑了 但是我妈 不折不挠 开发了一个新的爱好 她去健身了 我那天还问她 我说妈 最近怎么喜欢健身了呢 我妈还给我解释 我听人家说了 健身教练 命硬 其实本来我的表演 到这里就要结束了 但是我觉得结尾 还是要点题 升华一下主题 那爸妈我就直说了 我祝你们身体健康 也祝我妈的教练平安 谢谢大家 我是小慧 厉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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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厉害的竞争对手出现了 厉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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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跟厉害 你觉得谁发挥的更好 哎呀 那我好点吧 那我还能怎么说呢 可以 可以 要有这个 要有这个气谱 我还年轻 大家好 我是一个双胞胎 双胞胎好像真的有心灵感应 前段时间我摔到了脚 特别疼 结果他摔到右脚的时候 我的右脚也特别疼 因为我摔到了他右脚上 我们爸妈给我们的伤害 从取名字的时候就开始了 因为给双胞胎取名字 一定会把两个人的名字 组成一个词 所以当年我们的备选名 就包括了幸福 吉祥和团圆 凭什么我们要取这样的名字 我们又不是一对熊猫 熊猫取名字跟双胞胎 真的是一样的 你不会听说有一对熊猫 分别叫做团团和张书珍 这个好棒 我们理解不了我们爸妈的生活状态 我妈是个家庭主妇 我妈也是 她的生活特别无聊 她无聊到不行的时候 就会把家里的桌子椅子都抹一遍 我们家桌子椅子都被她妈挨了 我妈失眠还特别严重 她喜欢一天到晚躺在床上 盼着自己能睡着 但她也不能算是喜欢躺着 因为躺着听起来很舒服 她只能算是喜欢横着站在床上 这更没接住 这个就观众需要想一下 我爸今年已经60多了 我爸也是 很多时候我们都是突然间发现父母老了 我们最近就突然发现 我爸好像真的老了 因为他开始把强加在我们身上的梦想 强加回自己身上了 他突然就开始说 他有一个拉丁舞梦想 然后他翻出我们的五蝎五褲 去报了个舞蹈班 他就开始跳 才跳了两天 他的膝盖就剧痛 然后他去找医生 还有医生 我这膝盖是不是最近用多了呀 也不能算是用多了 你这个年纪呢 应该算是用完了 以后呀 你就当你没这膝盖了吧 但是我爸还是不死心 还是整天想着要去跳舞 所以我们就劝他说 你这个岁数就别跳什么拉丁舞了 你要是实在想跳 你可以去跳钢管舞 至少跳的时候 你可以扶着点 我们爸妈给我们树立了夫妻关系的榜样 每次看到他们那样的夫妻 我们就会很受触动 有一次我们路过人民广场 看见一位老人在吹一只破源号 吹得很美 旁边还放了一块破纸板 上面写 老伴治病 生活困难 这个老人就让我们想起了我们的爸妈 所以我们走上去对他说 真正的伴侣就应该像您这样 就应该这样 老伴在家里生着病 您却来街头 实现音乐梦想 我们以前很想改变他们的生活状态 但是后来我们发现太难了 因为我们之间的沟通很有问题 比如他们对我们俩的人生规划 有不同的意见 我爸希望我们考研 我妈希望我们好好工作 但是呢 他们都不直说 他们喜欢转发一些有关双胞胎的文章 来暗示我们 前几天 我妈就发出一篇 为感激父母养育真 脑瘫双胞胎坚持创业 然后群里出现了一阵礼貌性的沉默 因为我爸打字太慢了 然后他发出一篇 震惊 双胞胎姐妹一个考研成功 走上人生巅峰 另一个创业失败 惨死街边 我们就不能理解 他们为什么要看这种文章 还看得这么认真 不像我们年轻人 我们看文章都是飞快的 就像这样 就比如我刷到无心的绯闻 虽然知道很无聊 但是不看又是不可能的 所以我们年轻人大概是觉得 如果看得够快 就可以约等于没看过 这里还可以有一个比喻 对 我们来想一个比喻 这就像 无心在这么短时间内 拍了这么多电视剧 他大概也是以为 如果拍得够快 大家就不会发现他拍了 我们以前会觉得 作为年轻人 我们要去帮助父母改变 所以我们就想去研究一下 为什么他们看啥都这么认真 我们看啥都这么不认真 我们还真的找到了一篇文章 解释了这种待机差异 他说首先啊 现在大部分的年轻人 看一篇文章 只看前20% 这是为什么呢 我没有看到那里 所以我们现在觉得 跟父母之间 与其互相改变 不如互相接受 演出之前 我们特意去问了爸妈 如果我们在台上调侃他们 他们会不会觉得 有点受伤 我爸说 你们的生活 对你们来说更重要 说着 他从钢管上滑了下来 他们有自己的生活 这是他们给我们最好的礼物 谢谢大家 好 好 好 大家喜欢 人演员表演的观众朋友 不要忘了投票 这是最后的机会 三 二 一 请锁票 这确实不是像 但是我也正是因为这个 没拍灯 因为我真的不知道 管他叫什么 对 所以我在心里边 也没有法给他命名 一个什么形式 一个什么东西 但是我真的非常喜欢 只能这样说 谢谢 谢谢